不过是一个眼神 就把蓝忘机也一并带走了 魏无羡冷笑一声 这个社会的丑恶嘴脸 他见过太多次了 魏无羡先上的车 蓝忘机紧随其后 却并没有坐下 反倒是拱着腰屈膝半站着 把魏无羡给看猛了 脑子真坏了 坐啊 蓝忘机的视线 扫了扫干净的真皮座椅 即便他这一刻 并不知道是真皮的 但灰头土脸的 自己肯定配不上 会弄脏的 魏无羡抓他的胳膊 蓝忘机才憋出一个脏子来了 对方看了看座椅 也没发现哪脏 后知后觉 他指的是自己 脏个屁 让你做就做 不做就滚 怎么跟你同学说话呢 魏无羡的爸爸对他说话 一向没什么感情 魏无羡早就习惯了 可这会儿的语气里 却有点做做 在魏无羡看来 无非就是想在自己的同学 蓝忘机面前 树立好爸爸的形象 人设不能倒这句话 可真是他的一生信念 他不是我同学 书 蓝忘机刚说话 就被魏无羡凶 你闭嘴 赶紧坐下 一边凶着 一边用力 拽着蓝忘机的手腕 到底是坐在了他的身边 一路上魏无羡都没说一句话 他不说蓝忘机自然也不敢说 只能是默默偷看着他 但又碍于魏无羡的父亲在 蓝忘机多少有些收敛 毕竟之前他在网吧查那些知识的时候 扫到过家里不同意怎么办这种话题 若是让魏无羡知道蓝忘机现在给他整臂闲那一套 顾及会忍不住再揍他一顿 基本都是皮外伤 蓝忘机有点轻微脑震荡 的确是比魏无羡要严重一些 护士正在给他们处理外伤 有的有伤口的伤就会更疼一些 魏无羡没忍住撕了几声 蓝忘机担心地看着他 不要转头 被护士提醒蓝忘机又只好撞回去 视线尽可能往魏无羡的身上飘 这么担心你朋友啊 蓝忘机小声恩了一声 小护士笑了笑 没再说话 算起来魏无羡身上的伤要比蓝忘机少很多 所以他的伤处理完也没事做 就鬼使神差地站到了蓝忘机的身边 蓝忘机一点疼痛的反应都没有 反而因为他的靠近而欢喜地勾起了嘴角 被魏无羡教训 你知不知道你一身伤这样朝我笑像个变态 不对 跟踪狂就是变态 小护士笑出了声 脸都有点红了 对他们说了声抱歉 可魏无羡瞧着他的笑有点不太对劲 按时吃药 一定要多休息 头晕 头痛 恶心等症状缓解后进行轻度的体育锻炼 适当按摩头部 谢谢医生 一旁的魏无羡忍不住问道 轻微脑震荡 不用住院吗 他这个情况看着不需要住院 魏无羡又问 不会失忆吧 一般不会 概率很低 魏无羡硬着 一扭头就发现蓝忘机对着他笑 顿时冷下了脸 取药的时候 蓝忘机的腰 魏无羡买了双份 一股脑的塞进了蓝忘机的手里 医生说的你也听到了 药也给你买了双份 别拿这是赖上我 今天 算你活该 扔下这句话 魏无羡就不再看他了 蓝忘机只觉得手中的袋子沉甸甸的 魏英氏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他了 所以 以前说的那些话 也都是骗他的了 就一句都不作数吗 明明从派出所到医院 魏无羡还都是关心他的 乃至在台球厅门口 魏无羡也是因为他才折回来的 为什么偏要嘴上说得这么难听呢 可蓝忘机还没失落上几秒 就把自己给哄好了 能看到魏英就已经很幸运了 嗯 魏无羡一脸震惊地看向蓝忘机 面对自己刚说的那些 他就一个N字 甚至 他在蓝忘机的脸上 又看到了浅浅的笑意 不是 这人脾气好到这种程度了吗 就这么 喜欢他 不可能 刚认识几天就喜欢 更何况蓝忘机是看到他的第一天 就是这副样子 魏无羡可不信 什么一见钟情 都是见色起义 别有目的 魏 同学 你是不是得 需要跟叔叔 魏无羡不耐烦地打断他 别叫叔叔 蓝忘机抿了抿嘴 思考之后继续说 我可以自己回去 当然是你自己回去 难不成还要我送你啊 蓝忘机乖巧地点了点头 但却并没有直接离开 依旧站在原地看着他 魏无羡刚要在胸他就看到他 那个爹过来了 医生怎么说的 魏无羡没好气地回答 死不了 带上你同学 一起去吃饭 不去 你这孩子 我俩还有客呢 来这趟也看到了 你也挺忙的 日理万机 魏无羡一直都跟他阴阳怪气的 这么多年都已经习惯了 视线落在一旁的蓝忘机身上 蓝忘机 是叔叔 献献性格不好 你们平时相处多淡淡 被我惯坏了 不等蓝忘机开口 魏无羡就呵呵了一声 话音刚落就抓着蓝忘机的手腕走了 没再听他老子说那些客套话 蓝忘机还挺开心的 毕竟他刚才认为 他会一个人坐公交回学校 线下魏英又牵他的手了 既然魏英不跟爸爸走 那他们是可以一起回去的吧 然而 刚走到医院外面 魏无羡就松开了他的手 扔出一句 行了 你回学校吧 蓝忘机咽了咽口水 你不一起回去吗 魏无羡冷笑了一声 一起 我跟你 当即翻了个白眼 我不回学校 蓝忘机认真道 可是 你不是也有课吗 逃了 行了 你赶紧走吧 蓝忘机站在那想了一下 还是说出口了 逃课不好 魏无羡 我没课 没课行了吧 蓝忘机欲言又指 到底是被魏无羡的眼神 给威胁回去了 见魏无羡实在没有要跟他一起回学校 蓝忘机也只好走了 他打算坐公交 因为比地铁便宜 但他忽略了一件事 他头一次来这边 根本不知道坐哪路公交车才能回学校 医院附近的公交站点很显眼 而且所路过的公交车也特别多 可当蓝忘机站在那看着密密麻麻的线路信息时 到底没找到必大 所以应该是没有从这里直达学校的公交车了 需要换乘无疑是加大了难度 重点是蓝忘机连个智能手机都没有 想上网查一下都做不到 总不能就近找个网吧去查吧 魏无羡看着蓝忘机走到了公交站 也看到他处在那一个劲儿的看 像个电线杆似的傻里傻气 坐公交 魏无羡之前还真是无意间看到过蓝忘机的老年机 这会儿猛地想起蓝忘机连公交马都不能刷 还去等什么公交 算了 说到底 今天蓝忘机受伤也好 禁橘子也罢 都是因为他 虽然魏无羡从一开始就不稀罕这些 但也不能眼睁睁看出蓝忘机的难处还一走了之 把人带回学校就是顺手的事 何必难为那个土包子 过来 我提过了 我可以用下来打开 但我还没想到 我可以用下来 我可以用下来打开 耳后快点 我可以用下方的虚拔 我可以玩下方的虚拔 我可以用下方的虚拔